二等轻之间的买卖,一定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? 二等轻之间的买卖,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举证金流,国税局一定是把他认定用赠予的方式来做报税或完税 怎么样处理这个二等轻之间的买卖呢?发电哥建议你,你一定要用买卖,真正的去做买卖的方式 买卖就要有价金的流向,一定要有付钱这个动作 例如说,一千万的房子我们跟父亲买,跟爸爸买的过程当中,头期款一百万,备证款二期款就是一百万付进去,是不是付了两成了 剩下的尾款八成,我们跟银行贷款,头期款跟二期款就一定要有资金的流向 儿子就要把这个钱的一百万汇到铝宝庄户,二期款也要汇到铝宝庄户 然后银行贷款也进到铝宝庄户 最后我们完成完税交屋的时候,儿子的取得成本就是一千万 如果儿子未来卖掉是卖一千两百万 我们取得成本就是一千万,当初跟爸爸买的成本是一千 卖出一千二,那我们是赚两百万 与房地合一四十五%的税率来讲,我们就缴两百万的四十五%就缴九十万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资金流向,两百万没有汇到铝宝庄户 那国税局就认定是用赠予,房屋限值再加土地公告限值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当初的儿子的取得成本 很有可能低于七百,甚至只有五百 过了一阵子之后,儿子再把这房子用一千两百万卖掉 取得成本五百,卖一千二,是不是赚七百 七百万缴四十五%的房地合一 你会缴到头昏七四二十八,七五三十五 要缴三百一十多万的房地合一 这影响非常大,所以二亲等之内的亲属之间的买卖 比如说爸爸跟儿子的交易,妈妈跟女儿的交易 二亲等之内,一定要证明资金流向 不然你最后会被房地合一的税金弄到 真的是会昏倒 所以我建议爸爸妈妈不要用赠予的方式过户房子 一定要用买卖的方式跟儿子女儿之间来做买卖的过户 这样理解了吗